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布莱恩的世界 我是Bryant 然后朋友没订阅的朋友 帮我按一下订阅 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帮我按个赞哦 谢谢你们啦 那么今天呢 我前面有一个包裹 就是我们的快乐 非常快乐 超级快乐的开箱时间 然后话不多说 就来看看 这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鞋子吧 登登 看到这个盒子呢 大家就知道这双鞋来头可不小 就是有我们最近 球鞋圈非常非常 汤 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位 饶蛇歌手Travis Scott 所设计的SB Dunk 看一下这个鞋盒 彩色的鞋盒 其实有点像某一个国家的 国旗的感觉 那这双鞋呢 在台湾非常非常 难入手 由范特西独卖 那范特西呢 也就是我们老大哥 周杰伦所拥有的店 那全台湾好像 所有的size加起来是贩售 17还是18双 所以每个size的数量都非常非常的少 一双鞋子都非常的难拿到 所以那个再抽的价格实在是炒得 非常的夸张 那么这双鞋呢 是从美国买回来的 因为台湾呢 数量实在太少了 炒作的价格也实在太高了 实在是下不了手 所以迟了一点拿到的是这双鞋 但是 还是很高兴拿到的 好啦 我讲太多废话了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双鞋子吧 首先打开呢 你会看到 它里面所使用的秤纸 用这种haisley print 就是变形虫的花纹的 也就是这双sbdump的主题 把秤纸打开 呼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间谍照 就是流出来 流到网上的照片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兴奋 我就觉得天哪 这双鞋实在是太棒 太完美了 相信有follow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一个paisley print bandana print 变形虫印花的一个 超级超级忠实的粉丝 像之前supreme出的 那个变形虫的box logo 那么这个鞋子呢 由不同的那种材质 所做的拼接 其实跟那个 Travis Scott之前出的 Air Force One是有一点像的 利用异材质的拼接 它的鞋头的部分呢 它就是 变形虫的花纹 脊皮的材质 那么这个 脚踩一踩 它应该就很容易弯掉的 但是没关系 鞋子就是要穿嘛 那这个非常肥 非常厚实的鞋舌呢 它一样是摸起来 是有那种 脊皮或是 灯芯绒的那种质感 可是摸起来 比较像脊皮 那这个 SB Dunk这个 肥肥的鞋舌摸起来 真的非常有感觉 好像枕头一样 很软Q 会让人一直忍不住 一直想捏 好 那再来 侧边呢 侧边它有这种 有点像那种 隔温衬衫 花纹 的那种花纹 勾勾呢也是一样 脊皮的 黑色的勾勾 鞋子中底的部分呢 虽然是白色的 可是看起来其实 是有一点米黄 有一点做就感的 我觉得就是符合 整双鞋的这个颜色 都是这样子 卡吉色 就是大地色系的感觉 因为Travis Scott 真的很喜欢使用 大地色系 像他出的岛沟 Jordan E.Dye Cactus Jack Air Force One 都是这种大地色系 它的鞋底呢 一样是这种米黄色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有点beige 米色的感觉 那再来看一下鞋子的内侧 其实鞋子的内侧 更特别的 内侧的这个勾勾呢 竟然是粉红色的 有没有 这个粉红色 其实真的是超级酷的 Travis Scott很爱使用粉红色 像导沟的Judan一代的时候 就有附上粉红色的鞋带 看一下 粉红色的鞋带 黑色的鞋带 那Travis Scott很喜欢使用粉红色的原因 我猜 是因为他的老婆 Kylie Jenner 非常很喜欢粉红色 不是老婆 已经是前妻了 可是他们好像还是在一起 因为他们已经有共同的小孩了 Kylie Jenner呢 他拥有自己的那个化妆的品牌 那他化妆品牌的主要颜色 好像也是粉色 所以我觉得 要不是他们就是 都一起喜欢粉色 那不然就是 Kylie Jenner的关系 所以也喜欢粉色 所以常常使用粉红色的这个元素 那如果有其他原因的话 你们知道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 其实我蛮好奇的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 鞋子后面呢 他这里所印的这个纹路呢 就是特殊的语言的文字 上面应该是写着 我忘记是他那个唱片公司的一个名字 我现在拼不出来 可是这个东西 在那个 Travis Scott出的 Air Force One上面 也有 他的鞋盒上也有这个字 然后他的鞋的上面也有印 这样子的字体 就在这里 然后他的后面也是 后面刺繡的这个 Nike的logo呢 也是粉色的 那再来他鞋舌的部分上面 还有缝了一块Cactus Jack的这个logo的标签 那再来呢 他这个鞋子的鞋带 附的这条白色鞋带 其实非常的特别喔 他是像用的那种麻绳 有点像童军绳的感觉 有没有可以打很多结的那种童军绳 真的是超级有创意的 因为很少看到鞋子上使用的是这种麻绳 那这个麻绳配上这种米色的鸡皮啊 再加上变形虫的花纹 还有这个格文衬衫的纹路 整个色系搭起来就是很有巧思 那也很符合这双鞋整个的营造出来的气氛跟个性 也蛮符合Travis Scott平常的那种穿搭 就是喜欢使用大地色系 有点慵懒邋遢的那种感觉 那么他的左脚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左脚大致上的细节都一样 他的外侧的Nike logo是黑色的 然后内侧是粉色的 刚刚没提到的是 他这个变形虫花纹的这一块布啊 其实是可以把它剪掉的 剪掉之后呢 他里面会露出其他颜色在里面 然后我应该PO一张剪掉的照片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自己是觉得 没有剪掉的时候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变形虫花纹 他这样子的配色 这样不同的颜色装在一起 一材质的拼接是比较完整 比较有设计感的 他里面的底呢 其实给你们看一下 鞋子里面的那个鞋垫 也都是变形虫的花纹 他原价贩售价是 我记得是六千多块 那其实他的价格我关注了一段时间 才下手的 他的价格是 慢慢慢慢一直往上再升 他的量也不能说超级限量很少 但是最近 SB Dunk 或是Nike Dunk的这个风潮 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门 然后Nike又陆陆续续一直推出一些 OG颜色的Dunk 所以Dunk的这个Hive呢 就一直往上升 在正火热的时候 加上Travis Scott的加持 就让这双鞋的价格直直往上冲 一样 其实你看准的时间点 预算够了就赶快下手 因为我觉得你慢慢等 他的价格就一直往上 不要希望他会掉下来 那么也因为这个粉色的勾勾 加上粉红色鞋带 其实有很多女生 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双鞋 想要入手来做搭配 因为女生穿起来 搭个宽宽的棉裤啊 或是短裤之类的搭起来 其实都是满可爱的 喔 我发现我的Nike Gogo 这里有一个小脏屋 在这里 希望可以清得起来 好啦 可是鞋子穿起来也会脏了 讲到这个Dunk呢 我自己一般的搭法 就会穿比较宽的裤子 稍微盖住他肥肥的鞋舌 我自己就不会再穿那种太窄的裤子 就是窄管裤 因为裤管就会在这里 那我觉得鞋舌就会变得整个露出来 就是有点太肥 会觉得整个比例是怪怪的 所以搭配上我个人建议是穿 微宽的裤子 稍微盖住他这个很肥的 SB Dunk的鞋舌 我觉得这样整体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因为这双鞋 它不管是鞋头的部分 或是鞋身的部分 都是比较肥大一点 如果你在穿那种很窄管的裤子的话 会觉得有那种脚很大 腿很细的感觉 这样的比例不是很好看的 那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 你们觉得这双鞋子怎么样 好不好看 值不值得入手 我个人是给这双鞋子 非常非常高的分数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我可以给到90分以上了 不管是它的设计感 它的一些巧思 到它颜色的运用 做工的品质 还有它实用的搭配性等等之类的 我都能给到非常高的分数 这双鞋呢其实很特别 它有另外一个时间所发售的 应该是比这双鞋子早一点的特式版 那么它的鞋盒呢 其实是设计的更精美一点 上面就有很多这个 变形从妖果花的图案 跟这双鞋子的颜色非常的搭配 我是没有打算去入手那双鞋子 就决定买一般的版本就好了 是因为那双鞋的在售啊 比这双鞋多了好几万块台币 我觉得是非常的夸张 因为我觉得穿鞋子嘛 我们穿的是鞋子 穿的不是盒子 虽然说那个系列 可能会更有收藏价值 然后更有增值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的所有鞋子 都是要自己收藏自己穿的 我就觉得买一般的就好了 让它嫩慎慎慎 我实在舍不得花那么多万块 就是为了去买一个鞋盒 你们觉得呢 好啦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 拜拜